这次我们来看看G89第四节最后38秒 裁判记录台与麦卡洛的状况 这球发出剧中麦还在后场 德威的犯规 裁判享受 两下 两下 三下 那基本上要点压力 那平时防守端其实也要小心 就是你不要赔上外围的部分来防守 阿吉 球直接给麦卡洛 不理解 孟战术已跑出来 麦卡洛为何不传减号头外线 麦卡洛好像选择要拿两分 这次我前面的疑虑啦 当然每一个教练的想法或许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发生的话 重点当然勇士队很稳定 他们能够把球处理好没有发生失误 所以等于说他们消耗了孟讲家 刚刚在他们说三十快三十九秒钟的时候 你十二秒钟过去 然后情况没有改变 我把你最珍贵的时间花掉了十二秒钟 帕奈不知道 德威还比减号提醒麦卡洛给减号头外线 结果 麦还是自己上篮了 他又拿两分 但时间只下了十四秒 除了不理解 孟战术已跑出来 麦卡洛为何不传减号 另一个问题 记录台怎让四秒流失掉 联盟记录台工作人员专注力需要更集中 需更专业及快速反应能力 平时得多加训练 这算是重大失误 尤其是比数接近的比赛分秒必较 CBA有个例子 应计时开表延迟 CBA对其计时员处罚停止参加后续赛季工作 我们认为PLG不一定停止该员工作 但需要检讨改善精进并没有再发生 另外我们看到孟战术已跑出来 麦卡洛却不传减号头外线 并接连两次 他是否为了刷分不得知 但势必影响到他与教练团及其他球员的信任度 可能会影响孟与他的合作意愿 后续值得我们观察 你觉得为何麦卡洛不传外线 以及你觉得裁判与记录台需要精进吗 欢迎留言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